A5新出场版中 明日香的设定与老TV版存在较大的出入 其中关键性的一点便是明日香的左眼改动 在剧场版破终 明日香驾驶的三号机受到使徒侵袭 三号机被了我当作使徒对待 最终被出号机的傀儡系统所清除 而处于驾驶舱内的明日香同样受到了重化 庆幸的是明日香并未死亡 只是当他再次出场时 左眼却多了一个眼罩 乍一看 他就会觉得明日香的左眼是初号机的杰作 是当初事故受伤的结果 不过随着剧情的推进 会发现其实明日香的眼罩并没有这么简单 在新出场版Q中 明日香展开兽化形态 对抗第十二时图时 眼睛有过十分细腻的特写 见到明日香眼中奔发的赞蓝色光芒 感叹明日香眼睛绝美的同时 却发现左眼同样显现着光芒 而且如果将它放大之后 还会发现 演奏上映射出明显的十字架形状 如果观察得再仔细一点 你会发现 演奏中处置着很多正方性的图案 由于光正是从这些正方性图案背后投射过来 所以才会在演奏上形成十字架的图案 并且在A1中 类似的标记其实早有出现 是一种风云使徒的符文 新制正版破中 曾经波对抗第三使徒的场景 便是驾驶五号机 将第三使徒定在了风云柱之上 而之前提到的符文 这是跌签在风云柱上的图案 这种符文被认为具有风云和控制使徒的力量 结合以上信息 这种风云模式应用到了明日香的演奏之中 而明日香的左眼顺利成章成为了风云使徒的载体 再次回到明日香收到第九使徒亲世的画面 与三号机一样 明日香同样收到使徒亲世 之后与使徒轮合 最后与使徒共生 不过明日香并未像三号机一样被清除 而是将感染的使徒进行封印 选择的载体真是明日香的左眼 值得一提的是 这个风云柱在剧场版中章前十分钟同样已出现 而它的效果并是综合L接见 相信学着A管中章的上映 关于明日香的左眼 以及风云柱的秘密 将会得到更多的解释 好了 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了 各位小伙伴对人民香的左眼 还有什么想法 欢迎留言